我們ok之後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再來的話,他說後面有特別強調 一定要用範圍名稱來建立公式 你不能用以前的那個方法選哪個儲存個成哪個 不行,一定要用名稱 如果你沒有用名稱來做公式 那就沒有分了 首先的話,C是什麼呢? Sales Amount,它就是加總這一個欄位 這個乘這一個 以前這個乘這一個,我們只覺得等於這個乘這一個 可是跟各位講,這也不行 因為有定義的名稱 所以你的公式一定是要等於 後面加一個F3 指的是這個欄位 這個欄位的話,我們剛剛不是定義一個名稱 叫UnitPri,所以你要找UnitPri 這個欄 然後乘上,所以這邊加一個乘號 乘這一欄,這一欄你不是去點F2 而是要按F3 然後找到它的欄位名稱叫 Sales QTY 按F3 然後選的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把名稱給它 所以將來得到的公式一定是兩個欄位名稱 然後因為那個欄位名稱 所在的位置在第幾列 它就會抓第幾列 所以這邊的話,會得到這個乘這一個 所以這邊記得按打勾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得到的公式一定會是長這樣 有沒有 什麼UnitPri乘上 什麼Sales QTY 這個部分就是表示是正確的 你不能是12乘F2 如果你12乘F2,不行 沒有分 OK,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那取到什麼呢 他說千分位符號 並且加小數點第二位 所以最後把這個範圍一樣 在選取狀態的時候 先按一下上面的千分位符號 這裡點一下 然後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數 預設好像就第二位了 所以應該就不用去動它 OK,小數位第二位 預設就第二位 這樣就OK了 要有千分位符號 小數點的第二位 OK,好 再來的話呢 我們完成的這個Sales Amount 就是它的加總之後 第一的話就是叫Local Amount Local Amount的話 指的應該是Local的貨幣 比如台幣 所以我們就必須用Ritual去找到 然後換算一下 換算成台幣 那怎麼換算呢 第一個 這個Sales Amount 一樣它要我們去找什麼 找這個Ritual這個欄 然後呢怎麼換算 在我們剛剛好像有看到一個名稱 就是這個範圍好像叫Range 就匯率啦 那如果匯率的話呢 AUS對應到這個Exchange的那個有沒有 匯率的話是這個 所以這公司應該怎麼下呢 應該是要先找到什麼 找到匯率 然後再乘上它Sales Amount 就會是當地的匯率了 所以應該是這樣理解沒錯吧 所以先把資料找出來 要找那個Ritual 然後把匯率找到之後乘上Sales Amount 記得公司裡面 只要是提到哪一個儲存歌 你就不能像以前用點的 你要用F3給名稱 OK 所以喔 有不要放Local Amount這邊 然後 插入函數的話找到那個 我習慣是檢視與參照的最下面 所以你檢視與參照最下面有沒有 就是VLOOK函數 這個應該常用 然後第一個的話是LugarValue 是Ritual 以前是直接點B2啦 可是這也不行 F3 找到哪一個 找到Ritual 按確定 OK 所以你會發現它直接把AUS帶過來 然後Table Array的話 指的是那個匯率的表在哪裡 按F3 那匯率表我們剛剛有查過是這個 Range這個 按確定 然後要把第幾欄 幫你查回來 因為第一欄是它的那個區域 那第二欄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第二欄 匯率把它帶回來 那第四個問題的話 就是你要怎麼比對 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要 不要就輸入0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就完成了 那當然如果你假設不確定這個Range 這個範圍 你可以再把油膠點到Range 有沒有發現它會幫你跳過來 讓你看一下 就是這個啦 所以如果你是AUS 它會去找第一欄AUS 那怎麼把第二欄就把這個第二欄的資料 有沒有 0.98527 帶回來 所以你會發現 得到的結果就是這一個 它把第二欄的資料 帶回來到這裡 所以得到的話就是它的匯率了 匯率的話就直接 應該OK 按確定 好 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匯率了 那最後的答案應該是把匯率再乘上Sales Amount 所以後面記得再加一個乘號 乘上什麼呢 Sales Amount 以前一樣就點G2 不過這邊不能用點的 請你按F3 找到Sales Amount 按確定 好 這樣就OK了 打個勾就OK了 然後向下填滿 匯率就全部算完了 OK就是用台幣換算 台幣的匯率 然後最後的那個Local 我們Local台幣的那個就是價格是多少 也會顯示出來 所以應該沒有問題 這個做完的結果 好 那 記得這個公式 一律一定要記得 通通都要用F3 你不能說 你用那個 像之前的習慣 點哪一個儲存格 不行 你只要點的儲存格 沒有用名稱 即便結果是對的 也沒有分數 這個可能要特別的小心 OK 那這個應該OK的 這邊Sales Amount 如果出現異位 表示你的版本太新了 因為2016以後的版本 對於那個就是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們會看到就是說 像這個名稱 丟過來說它出現異位的話 那如果新的版本 我看一下說明 他說前面還要再加一個小老鼠 就是加這個小老鼠 如果你是2016以後的版本 假設你出現那個什麼異位的訊息的話 那請你在那個定義名稱前面加一個小老鼠 那那個問題就會解決了 有沒有就加一個X 那可是這個是2016以後的版本才會需要這樣做 如果2016包含 以前的版本就不用加小老鼠 那這個是新版才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之前遇過 我用比較新的版本 奇怪 為什麼定義名稱會發生異位的狀況 原來它說明裡面說 如果你新版的話 你要再加一個小老鼠符號 在名稱的前面 就不會出錯 可是如果我假設舊版 我用那個小老鼠會出錯 函數無效 所以如果你是新版加這個前符號OK 可是你舊版 反而你加了之後它出現什麼 函數無效 所以這個也是新舊版之間 可能要注意的一個問題 OK 應該你那個加一個小老鼠應該OK吧 可是會有異位的錯誤訊息吧 因為我剛次就是整個公司在往架拖 它才整排出現異位 但如果又回去以後 或又回覆以後就沒有異位 我不懂為什麼 好啦反正 然後再加N方面而已 理論上我們2016以前的版本 就沒有這個問題 我是順便講一下 因為如果之後假設 你們有發生異位的問題的話 那記得解決方案就是 在名稱的前面加一個小老鼠符號 OK 好 那這樣應該就可以完成了 這一題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說 就一定是要用定義名稱 來解決那個函數的問題 那最後的話呢 再建立表格 這個表格 樣式一定要深色9 也就是深色的那個樣式第9個 所以這個前面有做過比較簡單 所以油標一樣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然後格式化為表格 找到那個深色的第9個 第9個的話應該這邊7個嘛 第8第9應該這個吧 OK 對深色9 點一下就可以了 深色9 那範圍的話應該沒問題 按確定 好 那就會把那個表格給格式完了 那格式完之後 還有什麼樣的設定 沒有了就這樣 那最後的話就是列印的 OK 先試一下 就是剛剛比較會有問題的 應該是這個LocalAmount這邊 記得就是總共會有那個四個參數 記得一定要用那個名稱F3 然後最後再設定表格 最後列印那這一題就完成了